穿财二度通话暂时没了可能 巩固台美关系 蔡总统是往经贸关系来努力 美国在海协会AIT主席莫剑 今天前往总统府拜会 而总统蔡英文也表示 对于美国经贸行政 我方将派出有史以来最大的代表团来参加 美国投资高峰论坛 二次穿财通话被打了回票 川普不想得罪中国大陆给了软钉子 政治上无法直接运作 经贸关系可得加紧脚步 一见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剑 蔡总统满脸笑意展现十足热情 对于美国的经贸新政 台湾已经做出了准备 将派出有史以来最大的代表团 参加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 美国投资高峰论坛 9月还准备筹组农业友好访问团 蔡英文接连出招 想从各方面着手台美关系 美国政府也长期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 以及国际社会有意义的参与及贡献 莫剑主席本周特别在 台美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 公卫演习营也提到 美国期盼台湾继续参与 世界卫生大会 面对蔡英文积极示好 莫剑也展现诚意 对于即将到来的WHA 台湾至今都还没收到邀请韩仪式 她也大方表示 美方强力支持台湾 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WHA 美国和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 协助及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是对台湾国际医疗贡献最大的肯定 也再一次证明台湾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伙伴 那么我也要再次的强调医疗无国界 高喊出医疗无国界 蔡英文要世界看到 但台湾到底有没有办法在WHA省力亮相 国际参与的政治现实 却也非蔡总统能决定的 欢迎新闻江浅东李佳化台北报道